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11月3日 川崎前锋红运当头 星期三中午日积联火热进行 领先的川崎前锋 将座阵主场迎战扑和红转 本轮日积联好大机会成为特别的一轮 川崎前锋金铺一旦赢球 同时段进行的另一场黄斌水手主场对阵大板飞脚的比赛中 黄斌水手若不能同时赢球 川崎前锋将提前 为免日积联冠军 红心壮志的川崎前锋 金铺绝对不会脚软 另外安播直播届时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川崎前锋今季依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球队在日积联赛场上可为呼风唤雨 领队鬼木达在川崎前锋身上已经刻上落印 由于当年哥迪奥拿带领的最强巴塞隆拿一样 川崎前锋将最好的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这个度 战术发挥得临尼尽致 近期一波联赛七连胜的强势 更加令川崎前锋巩固了自己的榜首地位 这样一来 今季日积联冠军归属其实已经失去原念 重症五轮的情况下 球队领先身后的黄斌水手多达12分 为免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接下来需要留意的就是神射手的争夺 李安道 达美奥目前以17个联赛入球 排名神射手榜第二位 落后榜首的前田大言一个球 李安道 达美奥过去三轮联赛都有入球 脚锋颇顺的他逆转夺德神射手这个称号 今季在他的大领下 主场作战的川崎前锋 绝不会被胜利旁落 蒲和红转目前所处的景地 不似川崎前锋哪般稳于泰山 球队有58分排名第五位 正处于联赛前四争夺的最后时刻 蒲和红转也是要分秒必争 不过蒲和红转的状态还未算稳定 投队上轮先至终止连续两轮联赛不胜 接下来的赛情不单只有川崎前锋 还有黄奔水手 六倒六角 同埋名古屋八瓶这些硬仗 可以看得出他们想要跻身前四的难度有多大 值得留意的是 蒲和红转联赛面对川崎前锋 已经惨遭四连败 当中得失球比甚至达到1比13 可见蒲和红转今次实在无胜算可言 在阵容方面 中场名本考号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